本文有史心团队成员原创 您的关注是我们最好的动力 王国为是中国近代一位知名的学者 即便在国际上也很有声誉 他一生娶过两位夫人 原配莫氏去嫌潘氏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两位夫人之间还有亲戚关系 潘氏应当海莫氏一生表姑姑 王国为跟自己的妻子莫氏属无包办婚姻 当时王国为想要出国留学 受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 尤其是王国为的父亲 他是一个传统的老学丘 他给王国为下了一个硬性任务 如果想要出国留学 必须要先成家 娶了妻子才行 王国为破无无奈 只能同意 巫氏王家就为他相看了一个妻子 并且立即为两人操办了婚事 这个人正是莫氏 虽然两人是包办婚姻 但是莫氏非常仰慕自己的丈夫王国为 因为王国为小小年纪就在十里八相出了名 素有才子的美称 而莫氏也是一个传统女性 她嫁到王家之后 用心是奉公婆 朱健也获得了丈夫王国为的新赐后 王国为游历 大江南北 不常在家 夫妻两人一直是分居状态 可是王国为 却十分尊重自己的妻子 凡是有空一定回家探望他 可是莫氏最终确 因为男产身亡 去世的时候 王国为也没能陪伴在他的身边 莫氏一共 为王国为生下了三个儿子 他死后 王国为非常难过 甚至一度都打不起生活的尽头 而王家人则劝说 王国为一定要娶一个新的妻子进门 否则莫氏留下的三个孩子无人照顾 因为担心继母 既能会虐待孩子 所以 王国为执意有允许 跟自己莫氏有亲戚关系的女人 揍心妻子 这才选中了潘氏 按照被分 莫氏是潘氏的表姑姑 而王国为 则是他的表姑父 当时潘氏才22岁 他一直也很仰慕自己的表姑姑 也心疼莫氏留下的三个儿子 物识点头 答应了这门亲事 清末女性潘氏 可以说是莫氏的三把 他对待末世留下的孩子 是若即出尽心竭力的照顾 而王国为 也非常喜欢这个新妻子 夫妻两人感情很和睦 可是 没想到后来王国为 却忽然臣服自尽 留下了一家老小 王国为自尽的原因 众说纷纭 有人 说他是伟大兴训国 为的是暴达普遗 对他的知语之恩 有人则说 王国为 是因为不看外债 因此才自尽 可是 不管是出无什么原因 他都不应当抛下妻儿 当时潘氏 已经为王国为生下了三子三女 忽然遭此变故 他一并不起 潘氏原本只是一个弱女子 完全依附 无王国为而活 丈夫周然去世 也打消了他求生的热情 乌世他悄悄留下一封遗书 准备追随丈夫陈胡自尽 清末女性可是这封遗书 却被潘氏的小女儿发现 他哭住 他在自己母亲的床头哭诉 父亲 已经走了 如果您也不带了 我们怎么办 女儿的这一句 话给了潘氏求生的意志 最终为了找顾鸡的孩子 他打消了自尽的念头 活了下来 再替王国为成为了家中的主心骨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